这个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因为刚刚我们就绘制出类似像这样的正向三角形加上空白 结果同学马上反应很快 说老师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直角三角形变成等腰三角形的话 该怎么做 OK 有点像是在我们的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的第几页 你们其实可以查第11页的地方 会有个等腰三角形 其实这个等腰三角形的这个题目 其实也还蛮常看到 也蛮喜欢拿来考试的 OK 那它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这样看 当然方法很多 也就是如果我要绘制出一个等腰三角形的话 那其实方法绝对不是只有单单一个 只是说我想到的 最简单的方法 最直觉啦 因为自己想出来一定是最直觉的 基本上我是这样看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看到原来的等腰三角 原来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它基本上 就是包含左边的部分 那右边的部分是多出来的 OK 那左边跟右边有什么关系呢 你会发现 左边的部分的话 它等于是这个地方呢 加上那个 第一颗星1到13嘛 那这一边的话呢 基本上有点像是空白的部分 它等于这边是1到12 OK 那它的关系我把它分析下来 基本上刚好就是左右两边 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把它乘以2 但是如果你乘以2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乘以2之后呢 那它乘以2 假设我把这个1乘以2 那你理论上应该两颗星 可是它为什么 它一颗星而已啊 所以其实我得到一个结论是说 我把它乘以2之后 只要把它减1 把这个乘以2之后减掉1 那你会发现 刚好可以满足这边星号的数量 诶 所以其实 如果假设这样的公式 可以满足等下 那其实就可以试着来做做看了 也就是刚好怎么样 它这边的数量 两倍之后减掉1 刚好可以满足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能够得到我们要的 当然初步我的想法是这样 比较简单的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改 首先第一个 一样先正向的嘛 正向的空白 所以我把它改回了 改回正向的 正向是1 这边应该到14停下来 然后这边就不要-1了 其实预设是1啦 那我们就把它恢复 OK那这样的话就正向了 第二的话就是呢 把这边输出 本来是1颗星的 当然它还是1颗星 然后呢 这边如果是2颗星的话 变3颗星 其实就是可以满足什么呢 满足这个i i的值呢 我刚刚讲过 主要是 i的值呢 如果2倍 所以乘以2 如果我今天把它乘以2之后的话 乘以2之后输出的话 会怎么样 那你会发现 它其实 已经 所以你会发现 乘以2 基本上呢 就可以输出像这样的一个等线 只是说呢 它因为乘以2啦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它每一列 都会多1 也就是这边是多1 应该是1颗星 它变2颗星 这边应该是3颗星 它变成4颗星 这边的话呢 应该是5颗星 它变6颗星 所以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完成了 怎么样呢 把它减1 比较好了 所以呢 我这边后面的 再把它减掉 1之后做输出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不过呢 如果说程式出现错误的话 那有可能是这边 因为这个公式是 必须要先把这边完成之后 才能够乘上前面 所以记得 如果这是一个运算式的话 记得先把它做完 那做完的话 一样 把它刮糊起来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你这里面 先做完计算的结果 再来呢 跟前面的字串相乘 那就会得到我要的答案了 所以哦 如果要做出一个等腰三角形的话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就是i的两倍减1就可以了 我们来续一下 这会不OK 执行 你会发现 i的两倍 再怎么样 再把它减1 这样就OK了 这样就完成了 这也是同学后来问的问题 他说老师 如果今天要做等腰三角形的话 要该怎么做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两倍减1 当然除了两倍减1之后 还有别的方法 其实我也想了其他方法 就是说这个 很很相对复杂 如果我不要用那个刚刚的方法的话 那我其实可以怎么样 用别的方法 不过这边可能还是会用到int等等的方法 那这个我想提供给各位参考 方法2的部分 所以我想出来另外一个方法 那 做完这个等腰三角形之后的话 就马上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要画两个等腰三角形 或甚至三个等腰三角形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想这已经是超过我们 我是觉得剩下部分的话 底下我有参考答案 你们可以再先想想看 那只是说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你两个的话 假设一个的话 你不用考虑这边的空白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呢是两个等腰三角形 那你就要把这个空白的部分考虑进去 也就是你要塞几个空白 才能画下一个等腰三角形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请各位试试看吧 那相关的参考答案呢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云端 这个空白板的第十二页的地方 方法一跟方法二 方法二的话是我另外的写法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那我把画面呢 在环境下